哈喽,大家好,我是华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你会不会时常听到一些专家建议我们多吃Omega3和少吃Omega6来帮助关节疼痛呢? 到底什么是Omega3?到底什么又是Omega6? 想要知道更多,请继续看下去 我们人能产生所有的脂肪酸,除了一些脂肪酸,比如说Omega3和Omega6等等 Omega3和Omega6都是属于必须脂肪酸 也就是说它们是人类无法自行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 当你买鱼油的时候,你会看到标签上写着EPA和DHA 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属于Omega3 从化学结构来看,Omega3和Omega6的化学结构几乎相同 只差在double bone的位置不同 两者在生理作用上却也大不相同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Omega3和Omega6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Omega6会导致发炎,加剧关节疼痛的问题 他们都认为Omega6是不好的油 但Omega6在体内发挥了很多作用 主要是保护细胞的结构,皮肤,调节荷蒙,调节代谢功能 促进免疫反应,帮助直旋的功能 由于现代的饮食习惯,我们常有Omega6过量的问题造成体内发炎 包括血液变得更浓稠,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 以及可能会引发异味性皮肤炎,肝炎,胰脏炎,忧郁中风甚至是癌症等问题 Omega3不仅能减少不正常的发炎,避免血管阻塞的发生几率以及预防性血管疾病的发生 Omega3也能降低坏的胆固醇和散酸肝油脂的浓度 而且Omega3脂肪酸中的DHA可以帮助儿童脑部的发育,有助于活化脑细胞,改善神经衰退 但如果摄取过量的Omega3会降低了血液凝结和细胞发炎的防御能力 这样防御会不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知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点赞和分享出去 下一集我们会为大家分享到底能成什么食物身上获取Omega3和Omega6 然后Omega3和Omega6的黄金比率必须要多少才算正常 如果超出了这个黄金比率会带来什么后果 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集的影片请订阅 谢谢